每一次你看都五十萬人 你看 你不要小看喔 我在這裡說五十萬人 昨天上課說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外國部非常的傭 我們搞 我們怎麼可以搞美國 我們為什麼可以搞美國 而且也可以搞中華民國為什麼 美國為什麼要受理 你們聽有這個意思嗎 我們竟然可以去告美國 美國就法院受理 告中華民國美國法院受理 你頭哪比較清楚你在想說 美國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我們一個普通人怎麼可以去告美國 而且美國又受理 受理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法院受理說 好 OK 我願意去審判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個好消息 長官有跟您說 中華民國的外國部 在3月30號那一天 接到我們的控訴狀 法院裡面對你說 現在法院被拒絕 不是我 法院把他拒絕給他 他的外交部的搜發 他撐一個營 你當他說到某頓 提到這閉嘴 立場已拒絕 那些美國的法院是 風好好 他把他拒絕拿出來看 看樣子 当我妄想跟她打过来 它鼓子再黏,那也黏了不好了 我把他扔回去幻疑 张幻疑猜拆脚,有效 虽然你把他拿到来,仍然有效 下令5月30号以前 中华民国必须提出答辩 这个反应还不错 意思是说你虽然你打开 其实诉状我过去又营营起来 你不用烦恼 你不用烦恼他不知道 但是这段一定是受的 因为美国书记官正式通缉 你如果在5月30号以前没有答辩的话 我就用单方的诉讼案来处理 就是说没有被告没出来 他直接用原告的诉讼文来宣告 5月31号我们大家担好好消息 好消息我一定会在网站公布 你们要去看 我相信网站公布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在旁边的一些桌子 桌子一定开开 我提到新闻情报不好 我去对谁 中华民国身份证不好 我们老早就知道了 1946年1月12号 他用一个公文 告诉我们 从1945年10月25 现在1945年10月25 那天宇宗宣布 那天就是光复节 看着整个台湾建树哪有光复节 那张公文给你看看 他给我们国籍改变的公文 你看 这张 这样就将我们的新闻改变了 这张的行政的公文 你看看这张 查台湾人民元系我国国民 以受敌人侵略 自丧失国籍 知国土同光 其原有中我国国籍之人民 自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的1945年 1945年 10月25日 其英籍一律 恢复我国国籍 除分令外 外合集令养育之 就是说 为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三十四年的1945年 10月25开始了 台湾人一直都变成 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个文你有看到吗 有怪怪吗 这文你看看 你过去都 我说绝对 就是你有看到 你也没有看到 你看看 有怪怪吗 你看 你感觉 你看 台湾人民元系我国国民 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 中华民国当时参生的 1912年1月1号 1912年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日本的 我们当时有贵中华民国的国籍 中华民国的国籍是1912年 但是我们台湾人 他在1895年 就已经挂入日本天皇了 所以1895年以后 我们是日本的国籍了 我们哪有原来是中华民国国籍 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要不要恢复 没有的东西怎么恢复 所以这个文是充满的欺骗 我们根本就不是 所以我问你们讲话 你们的身份怎么拿到的 你们怎么拿到 你们的身份怎么拿到 你们的身份怎么拿到的 我们几月 不用我别说十四月 初中二年才四 初中二年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老师主动 就给你们申请 你的国民身份证给你们 你拿到身份证 得到身份证 但是怎么得到的 法条在哪里 法律的因缘在哪里 你们知道 你们的身份证 你们都能做给你们知道吗 你玩得这么久了 可能有的人也是五六十岁 你们的身份证 我说你们是奴隶 你知道吗 你相信吗 你的身份证 你看看 你拿身份证 我给你咬你怎么看 有的说奇怪 我多久了 我现在才发现 你有身份证吗 你拿出来 身份证的 左边 后边的右上角 身份证的右上角 不是这份 这份是我们的 中文明国的身份证 后边的右上角 你把手摸摸看看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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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右父母 有喔 有喔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都是零级 如果中国人 在台湾人都是零零零 你听不懂 所以他们那些人 很夭心的 他一个给你看到身份证 他笑笑的 他就知道 你是中国人 还是台湾人 那台湾人 都是在做努力的 都是在探钱给他们的 你有看不懂 我问你呢 你都老实说 你到现在才知道 要来驾手 你看 你拿十四人的身份证 你不知道方做的计划 对不对 你是不是拿十四人 拿十四人的身份证 你不知道方做的计划 当然没有看到 他还给你看到海了 好啦好啦好啦 回去这看 回去这看 就说过头去了 看我这 看我这 我跟你说 我再说一次 我们 台湾人 过去开始 真正的 都做中国人的路 好嘞 来啦 好了啦 不要再讨论 收起来 收起来 那就没效的东西 碰起来也没关系 这张反正 我说 还要拥挤了 还要拥挤了 就失效了 还要拥挤了 那张就没效了 来 你听我讲 真正反 里面有规定 一个事情 就是 尖念 你如果不能够 宜专租款 过去 建政的时候 我去摘到你的土地 那个土地就是我的 那叫做 摒吞了 摒吞了 你会记得以前 你要讨这个 法国和 德国的 建政 他说 有一个库本 说 最后的一刻 最后最后一刻 今天 法国摘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开始摘法文 明天 德国又反共 明天又摘德文 那就是 摘那一种的併吞 但1830年 1840年以后 全世界这些更强的国家 共同乎 来来来 不能说摘的 就变成了 如果真的摘的变成了 我跟你说 今天的土地无地都是美国人的 美国人太强了 他本来13的州 一直扩充扩充扩充 当仅 都是同仅的 不然是同买 到今天50州 到50州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 就通过发言 说 我们从今以后 不要再增加新的州 就是美国不能再增加 21州 21州不可以了 所以 美国建政 都是按照战争法 建立后 就给你撤退 建政法 我告诉你 建政法 坦白说 虽然 什么叫战争法 我跟我来说 什么叫战争法 战争法 是包含五个法律合并 第一 海牙公约 海牙地势公约 海牙公约 第二 日内瓦和平公约 第三 红十字会 有关战争的部分 红十字会 总章层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第五 美国陆军种族 野战首射 FM27 有三千多条 所谓的战争法就是这些 提起来 就是战争法 战争法没有条文式的规定 你听懂吗 没有条文 都是用惯例 就是过去的建筋怎么处理 他就怎么处理 所以 所谓的战争法就有点难 中华民国的三军 他在战争法有一次的战争法 有一次的战争法 连早两年前我开始 建成法医学 请林教授 你来我们三军大学 来上战争法 我说你戳战争法 我说你戳战争法 我是什么人 我要消灭中华民国 我要消灭中华民国 你叫我最高 他说你戳战争法就好 要戳战争法就好 所以我看我那一切 一定有十多文章要戳战争法 其实战争法 中国也开始在戳战争法 全世界共和国家 都有在戳战争法 全世界最终的是什么 台湾 台湾哪里在战争法 台湾要保护自己 你要用战争法 台湾的问题 不是感情问题 现在国民党在台湾 中国人在台湾 最爱给我们教的是什么 感情 感情是什么 你们是中国人 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组心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你们要对中国 有一个好中 对中国要有好感 去李研究来看看 林玛丽 是玛丽病院的医生 他去研究我们的血统 去求肺 DNA给你测定 台湾人的DNA 85%以上 都是什么 平埔族 都是原住民 其实我们都是原住民 我告诉你 原住民的特点是什么 故意 金减老实 但是 我们有中国人的时省 有 现在 拼担 公平拆 泡翁 这都是由中国来的 以前没有这个 我跟你说 你平埔族的特点 平埔族的特点 你们家一定有结婚 有没有 亲家 什么人不结婚 你们亲家有结婚 有没有 哪有没有 不就没有你 你不要想 结婚的时候 这准 听起来 尚座大尾 毛骨 毛骨嘛 对不对 毛骨座大尾 全世界 和中国都没有这一套 可能我们台湾人 平埔族 有这个方式 如果老母过去 毛骨 如果没有来 要放上 什么人敢把它放下 那些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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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对不对 你们家有拜 那个过年有拜帝基祖 有没有 帝基祖 中国跟帝基祖 没有 我们这里有而已 帝基祖 帝基祖 有什么东西 说辣子就是 普理说 只有我们有而已 那是平埔族的特点 我们平埔族 世世代代 一直延续下来 有这些特点 你等一下证明说 我们根本不是中国人 那是因为扩本 教育跟你说 我世代跟那个 做个快快乐乐的 中国人 正正当当的中国人 快快乐乐的台湾人 台湾人跟中国人 是什么关系 我都在想不上 全世界只有我们 我们台湾人 去给全世界跟你笑 全世界都知道是 中华民国这边台湾 你台湾 他现在利用台湾的 这些人 这些孩子 去代表中华民国 拿中华民国去 去参加世界的组织 得到胜利 青天白日 批在自己的身上 在那里逝 全世界又说 怎么这么说 红尘哪搞不清楚 我问你 中华民国 参加世界的组织 用什么名 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对不对 英语名叫什么 Chinese台北 对不对 中国还是中华 台北是台北 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 真的英语名 不是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我们不知道 你如果要英语的 你回到那里 你Google看看 跟Chinese一点台北 什么意思 Chinese台北就是 Chinese 他知道吗 流亡政府 政府 在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这是香港的名字 他现在简略 没跟你说 所以他现在要参加亚头行 中国说 中国说 不然你用签去台北 我给你保证 中国绝对不给 中华民国一味 中华民国跟他对抗 你看 当年 北立西 20世纪ert 撇国 张法国 法国人 住在伦敦 成立流亡政府 叫做French London 法国流亡政府 在伦敦 比利时 也是儀 Firstly sh Daar 得快点 capture 走 Dog Picky 郭祖 пот 背上一个城市 不是 地方 所以 是怎麼說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不能說中國流亡在台灣 不能說Chinese Taiwan 不能用台灣是怎麼 你不能整個地方說你的流亡政府 你聽到嗎 所以Chinese台北就是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這個政府 現主席在這個政府就是流亡政府 台灣人可憐 都不知道 和那個學者就不可以跟你說 可憐 真的可憐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我們不知道 我再問你 我們有參加WTO對不對 WTO是什麼意思 世界貿易組織 有沒有 世界貿易組織用什麼名字 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 有沒有 這是什麼意思 知道了 你走去 拜託你 中法民國用這個名字去參加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沒有人知道什麼意思 你不用擔心 不是只有你不知道 李政委也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我來講 因為李政委跟我問的 要念一念一念一念 那個 為什麼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 用這個名字 不過 你如果問我 你不是叫創英文去參加的嗎 用創英文回來的時候 告訴我 我講 美國說叫我用這個名字 就能加立了 所以用這個名字加立 他考不清楚什麼意思 來 我講給你聽 關稅領域這個名字 就是在美國和墨西哥戰爭 建設以後 美國去參加墨西哥的一個艱口 港口的老闆是說 我現在水金是要交給什麼 要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還是要交給墨西哥 因為這樣不能移轉租款 墨西哥的民政府有一個 就把美國提告 美國法年最高法院判決 墨西哥的所在叫做 獨立關稅領域 那個名字從那裡來 就是獨立關稅領域的意思 寫著是什麼 就是被占領地區的稱呼 所以台澎 金馬台澎是獨立關稅領域的意思 就是說 台灣和平尾是去給美國贈領 你清楚嗎 在世界的組織 真清楚跟台灣人說 我們要去贈領你搞不清楚 為什麼獨立關稅領域 台灣平尾是跟日本分離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台灣澎湖是叫做分離關稅領域 但是金門跟馬祖是獨立關稅領域 其實是因為他離開中國 所以 歐巴馬 西拉蕊還是歐巴馬 講到金門跟馬祖都是說 上代解決的問題 因為他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是怎樣搞不清楚 因為金門馬祖台灣澎湖 因為是今天中華民國在統治 所以他金門馬祖的獨立 叫做關稅領域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讓他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其實如果你看到關稅領域 你就知道這是尖領域 這世界 都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自己不知道 都說瘋瘋瘋 這是在中華民國 其實全世界都在自己笑 就是這樣而已 獨立關稅領域 像台北只有金門的稱號 你就知道說你就是被占領域 你如果覺得懷疑 你自己去Google看看 現在電腦很方便 你自己去查就知道 所以是怎樣說 剛才我聽班長說 現在現實是越來越多現象 越來越多人說的時候 台灣的地方就越來越普 我們四年前就說了 所以我告訴他 台灣澎湖的國際正常化的日子不遠 我們又拿出國手 國廟中華民國叫 國美利堅合眾國 我實在說 我真的沒想到 中華民國推到這種程度 什麼反應的 要拿來拿去 裡面看著看 再錄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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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情說我沒有接到 全世界哪有這種 這只有中國人做得出來 這就是事情而已 所以 美國反應也覺得很愛笑 那個律師你告訴我 他說 他說我本來不知道中華民國 我說自己馬英就這樣 你們合佛比 他說合佛這種人很奇怪 不過 你要不要奇怪 馬英雄本來就不會有特色 我跟馬英雄 建中 同年 童年 我這樣說你就知道我幾歲了 其實馬英雄 陳水扁外 我們三個是童年 我是康二面 康二面 康二面建中 馬英雄不是康的 他用什麼 保送 以前我那時候說有保送 我是很不敢相信 我那時候哪有什麼保送 中國人都偷偷的保送 保送幾個人 你用不到 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放榜的時候有榜單 你知道嗎 那時候放榜的時候放榜的時候 好 比較近的 學校看 部長看 便號 幾號什麼 建中 這些這些這些 都說九百幾個 在美建中說 便班 便二十四班 一班五十個 一千兩百的 那幾兩百的為何來 都是中國人 不要說保送 都中國人 都保送 我一四人 跟特建中 一年的時候 我就知道 有人可以保送 我想問我們的生存 好嗎 我們沒有在保送 他說不是 我們走 這麼走 走 走什麼 坐好僧 兩百的 台灣人九百的 你看台灣人 連戶是 扁到要死 一半 那麼兩百的 可見都沒問題 所以不怪你高 他三戶沒有給錢 我說的 我負責 他省考四十八分 連補考都不行 他們是台北市的國民黨黨部的主委 我當黨多大 他叫上去 給他做文科去讀文組的 三年十八班 我們建中二十四班裡面兩班文組的 以前 理科讀完後都去讀文組 如果建中未必了 所以他故意就應該落地 不然就落地 他就要幫忙給他 落地去科大學 科條隊你知道嗎 擔工 也是一樣 加分在台大法律室 所以那年的台大法律室 畢業以後只有一些人 沒得到律師 名叫做 不要研究 用中山獎金 還給他保釋去哈佛 發佛他的畢業論論就是 釣魚海市中法民國的 那是完全違背國際法 他的教育不知道怎麼 他配準 他的教育六百沒頭 那是黑白來的 那年的哈佛大學畢業生 跟我們一塊就沒得到美國的律師 名叫做 不錯 會冷蔽比較聰明 所以他四十八分 所以他經濟要怎麼好 所以台灣讓他換到閃閃閃閃 這樣台灣的土耳民的很多 對不對 來 你們眼睛開一開 那時候 那時候 都可以請你去 現在都不敢 你不敢去 你不敢去 聽我說 我跟你說 那時候 真的 我記得要選的時候 我在那個車頭搭到 一塊錢怎麼會急急急 喔 好英俊喔 我沒名字 那時候我就知道 他穩定了 高雷無處到達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錢的 都是婦女的票 你又對 你有回到他嗎 不是啦 我聽到他在講 我會講 我會講他 好 所以他就譬如說 我講的沒有不對 我講的都 我不是黑白講 對不對 我沒有黑白講 我來講 我在車頭我對 他看著我 他要來跟我去 我自己去 那時候我就知道 他穩定了 高雷無處 現在台灣偷偷偷 其實 台灣也不應該是中國人做 去做總統 台灣人不能做總統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是中華民國總統 是中國人的總統 你台灣人去做什麼 所以 淡水秘密 你去弄電 我告訴你 李定緯也差不多 李定緯 李定緯 我們國際法 這是李定緯 叫我去研究 我們說是台語 研究我好 李定緯怎麼怕到 不敢說不 李定緯以前 他在副英文的時候 他花一千一百萬 去叫 歐洲的一些國際法 全都來台灣 不是一千一百萬 一億一千萬 一個人給他一千萬 說你去研究 台灣到底有沒有主權 好 他如果發就好了 他如果發 我現在還有美國都不用擔憂了 他一個人給他一千萬 叫十一零 去研究 研究的結論是什麼 台灣怎樣 沒有主權 是6比5 那國際法 有人說有主權 有人說沒有主權 所以到後來 李定緯不敢殺 要知道他如果錢給我 我來研究很簡單 台灣哪有主權 你還要簽領地 買主權在哪裡 那就是那些國際法 不會用建政法套到裡面 你用這個戰爭法 套到台灣的地位 就清清楚楚 美國的國防部 的智庫 有跟我們聯絡得非常密切 他也說 你們很不簡單 台灣民政務很不簡單 你們差不多幾個人在研究 我差不多百塊的 全都在研究建政法 他說我們研究人湊湊湊 我一個人簽大個文釦 我簽個十八本的車 那些都是建政法 好 這一面啦 這一面啦 這都是建政法 美國方面 就像我所講的文章 都叫三個翻譯 為什麼說三個 因為他怕翻譯錯誤 所以三個同樣的文章 我在演講他都叫三個翻譯 我的文章發佈他都翻譯 他跟我們討論 因為漸漸漸 有一個課點 什麼課點 就是說 只說怎麼樣國家進去這個地區 怎麼樣出來 進去以後 裡面的工作沒人寫 就是你把這個地方怎麼做 沒人說 沒人知道怎麼做 這就是什麼 就是戰地政務 戰爭那個地方 我在外 我在外面 你說台灣民主 為什麼我們叫做台灣民政府 可以改名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絕對不可以改名 這是一個建政法裡面 會專有名詞 被占領地區的老百姓 自己成立的一個政府 也叫做台灣民政府 或者台灣平民政府 他們說台灣civil government 所以台灣平民政府成立以後 全世界都要跟我們成立 所以我們一成立2008年2月2號成立 日本的外務省 北約 領向消費給我們 美國的司法部 消費給我們 都成為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馬英雄 中華民國的這個檢方 還是國安 都不敢把你處理就是 我們是完全依照 戰爭法所成立的這個政府 所以有時候 我想說 每個黑白給你寫 有一個民間組織 靠 什麼民間組織 我們是政府 我們不是政團 也不是政黨 我們是標標準準的政府 那如果是民間組織 我明天來開一個國家政府 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不是 所以政府這兩次不能黑白 也很特別 中華民國的來政部 有人去吐槽 一個叫台灣民政府 現在這麼興盛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 來政部他說 台灣民政府 不是非法組織 但是他沒有說是合法組織 因為我們沒有定義 我沒有定義 中華民國要定義才對 中華民國要上我們台灣民政府 登記才對 你聽到這種話 你會覺得很害怕 你多大都搞不清楚 你們都很大的 你們要來參加這個組織 你們算很大的 所以台灣民政府 你會覺得台灣臨時 共和國可以 台灣臨時政府可不可以 不行 台灣國可以嗎 不行 台灣臨時政府不行 台灣什麼共和國什麼通通不可以 死的 定的就是台灣民政府 不能隨便改 你如果把它改過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的 減風就找你了 所以有人用台灣政府 去將中興新春 現在那些人都在反應 很清楚 所以台灣民政府 你如果在外面說台灣民政府 沒有人敢問你 因為我們上面有人 上面有人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 你們來這裡上課一定要知道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而且這個名字你可不可以改 不行改 所以你聽完不能接到 明天再繼續跟你說 謝謝